市的直播工作人员忙着追赶鸭子们 一旁更有多个大大的黑色带子 消毒车也抵达现场 在伊兰五节乡的某鸭场 金船鸭之陆续染疫死亡 采样松岩发现全台首企 H5N万情流感出现了 原来鸭场早在11月14号开始 就有鸭之不明原因死亡 金农委会动植物防疫检疫局确认 是全台首企发生在家庭身上的新型 H5N万高病原情流感病毒 防疫所不敢大意 呼杀销毁了5000多只羊 据了解日本与韩国在10月 也爆发了H5N万情流感 专家推测是因为候鸟迁徙的过程 才会把病毒传入国境 台湾近期又是候鸟迁徙 情流感的耗发季节 无法避免风险 各勤场都要提高警觉 随时监测不可以掉以轻心 以上最新直播 我是刘佳 我喜欢与您分享地球大小事 最新时事 国际脉动 财经动态 还有气象资讯 最接地气的新闻台 让你重要消息不露阶 聊天的话题也不脱钩 当然更多新闻 请锁定中式的YouTube频道 记得按赞订阅分享 还要开启小铃铛哦 请不吝点赞订阅